我是Baniel 這個是我去年做的一個網站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雖然是視覺設計師 但是同時我有寫陳詞 那我一直在創業 那我創業過程當中我一直在工作 我在弘萬頓 帶過Dance商務 在成功科技當網站的事業群的主任 然後在好玩家是一個跨國的遊戲公司 在那邊當技術部 那卡提諾就很用論壇嘛 大家都知道了 然後他們老闆叫那個Jimmy 一個30歲的很年輕 一個非常非常nice的那個人 他們的公司 喔我進去啦是先聊天 哪天聊聊天就說 Faniel那台灣的那個RD就來玩家 我就說喔好也可以 因為那時候人很少 大概不到五個人 可是卡提諾在大陸有六十個人 那可能大家都太清楚 但卡提諾的工作我非常這樣有剛才學 因為卡提諾有吃碗的零食 然後下午試給老闆 會帶全部的人去健身房 都老闆的父親 對然後他的那種模式就是 這是我未來想要學習的模式 那後來我自己出來開一間公司 他會出來開公司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老闆一定會講說 Danny我怎麼發現你最近好像 有點心不在意 我說我什麼事 我要跟你講 我暗子現在有點多 我真的沒有什麼時間在工作 然後我跟老闆聊天 聊到最後結果是 我引進 我在那個遊戲業的一些 經歷的賣還有資源 然後把這些 帶給卡提諾 所以在卡提諾現在有看到一個 線上遊戲 那個是我在 離開卡提諾之前 然後簽了很多遊戲的朋友 然後 把他們把那一個網站把它弄起來 那 我可以看一下 我之前的作品 那這些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作品 那以我現在的眼光來看 我覺得很爛 那但是因為 其實這一份是 這一份包括呢 是去年 九月的時候 我在台中有回 一樣搬一個小型的創業聚會 那 那邊的人 那邊多一點 那邊大概四五十個人 對 那所以我就在那裡用 這是之前的 之前的 然後三四年前的作品 對 因為新的 我在台南的去放 有啊 這個是我最近比較新的 因為都網站 嗯 網站設計 就是很簡單的 你就跟我講說 嗯 你要做什麼 就像這一個好了 就給你看 這一個 這個是一個 假裝車零件商 他那時候給我的訊息就是 我要藍色 然後 然後 我跟你不見 然後就沒有暗示 那 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弄一個網站女孩 對就是 呃 我覺得對於現在很多很多 都來講是 呃 你自己本身 的提供的資料 跟 需求方那一邊 他想要 請你幫忙的事情 你通常都會是 如果 我都以台灣來講 他會丟給你很模擬兩可的一個需求 然後希望你翻出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一個案子 或者是一個成績作品出來給他 那現在是很多台灣的企業跟 呃 需求跟服務兩邊 都常常發生這種事情 那 那 Ozega 這個是 是我的網站 那 這個網站 從去年到現在 嗯 普通啊 平平的 沒有 很 紅 但是你還可以 所以那邊就大概一個 就快一千個流量吧 很普通的一個網站 對 那個時候 做這個網站的原因是因為 嗯 離開遊戲公司 離開遊戲公司是因為 大公司嘛 會 會鬥爭 會 因為我 我不知道現場有多少人 有在大公司待過 我大公司的定義是 就是 可能台灣啊 泰國啊 中國美國有分公司的那一種 對然後 然後我們在那邊的鬥爭 就是常常就是說 欸這個 營運部的跟我們開發部的 他就會丟一個 那個訊息給我們 就是說 欸我們那個 泰國那邊的遊戲要上市了 我們已經丟了張信 台幣差不多 五千萬多的預算 所以那個平台一定要做出來 可是他們 給你一個完整的訊息的時候 其實是在 距離結稿日 大概是 什麼 10天到15天 那如果你弄一個平台開發 如果 有一點點經驗的人 會知道說 他大概約 從前置到最後面的測試 沒有個兩三個月 其實做不太完 就算是有專業的團隊來走 所以他們就會這樣壓迫你 然後動作就是 欸等你快下班的時候 然後 差不多七八點快下班 他就會給一個訊息 就說 欸不好意思我這個東西 要想要修改一下 因為我明天廣告要上 然後就很多很多OS 那就是公司鬥爭其實蠻嚴重的 那鬥爭到最後面 我也把我的植組長官有副總鬥走 之後我就 我就 對那邊沒有任何的留意 雖然他們也學到蠻多東西 也認識到很多現在 共同合作的一些人 但是我覺得 當初那些人在 當時那些公司 都沒有發揮百分之百的戰鬥力 我後來發現原來那些人超厲害 超厲害 每一個人都超強的 那 那我拉回來 我今天主題是我要做品牌 對其實這主題我只有忘記 因為那時候 呃 在報名的時候 好像說要有一個主題 那其實 我自己本身出來創業到現在 呃 我曾經有想過要做品牌 這件事情 那但是其實我都會被那個 現實說 我發現時間真的過好不斷 剩10秒嗎 剩10秒 剩10秒 喔要講快一點 4分鐘 喔好 我想為什麼我沒有跳3勒 還請又試那麼久 因為 呃 品牌跟代工 應該是說 創業其實有一個很現實的一個點 就是 你到底要賺錢 還是你要等 一兩年之後 然後賺大錢 這種事情其實都很掙扎 比如像 我 當初跟我好玩在一起離開的 其實有 三批人 有一批是號稱超強團隊 他們的 呃 他們的部長 一個人跑去泰國 然後把遊戲 泰國遊戲產業把他打下來 在那邊公司 就是至少1年有1以上的泰國 整個台幣大概是1.1左右 但是台幣大概是1.1 大概是1.1 然後那個團隊號稱最強 可是然後他們就帶了所有的人才 超強的 技術黨被他挖走了 然後 開發的人 然後營運的人 業務 商務 全部都帶走 就是遊戲業該有的部門 全部都帶走 大概差不多快20個人 然後去成立一間公司 然後去做遊戲 那快做出來 我幫他牽線 我找了一個創投去給他 那最後的結果 後來是死在那個政治鬥爭 那我就覺得說 你們都已經自己出來了 為什麼還會這樣鬥爭呢 那後來我慢慢 從那邊看到一個經驗是因為 比如說好像這一群人 好我們這一群人創業喔 是從門開發一個遊戲 然後每個人都丟新台幣5萬塊 然後每個人都是股東 然後我可能是要丟多一點 我丟多10萬 然後呢 我們每次只要遇到一個問題 叫大家表決 絕對沒有一個負責的製作人 製作人出來 擔那個責任 或者是說 我就是一定要這樣做 就是沒有賈博士跳出來 就是說 我就是這樣子 這樣做就是會賣 不會賣算我的 我賠錢 比我東西 我股份多嘛 賠錢算我的 然後沒有 所以在那情況之下 他們產品 預估大概應該要5個月左右要上市 結果他拖了一年半 然後他們所有的錢都燒光了 然後政治鬥爭 然後人也換了一批人 就進來 結果最後面還是死 為什麼 因為遊戲最後面還是沒有做出來 所以那個創投的錢還是沒有丟進去 因為那個惡惡因彈好 大概在丟2000萬 然後同時跟日本的糖果還沒有上線 結果後來還是沒有做出來 那我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工程師朋友 他就賠錢 他就賠了100多萬 把他結婚的錢都賠進去了 我會說你 好吧 我就盡量轉接一些案子給他 那他就是 生活好多一點 那他現在他是在那個 郭家兄弟的那個 床購王裡面當資深的工程師 對 那感覺還OK啦 還不錯啦 至少要回過來要結婚了 那我 我再他回來講代工 代工的話呢 通常 各技術 產線的低利潤的這幾個店 那品牌的話 通常會有研發市場跟行銷 那這裡面常常最大的衝突就是 代工的人都會說 欸我今天幫好多國外的品牌公司代工 然後他們都是我做完之後 然後押他們家的碼頭上去 然後說那我自己跳出來做 我怎麼可以 可以 我看到太多師班了 因為我很多朋友是老闆 然後他們的朋友也是老闆 然後很多都是譬如說所謂的富二代 富二代通常 中南部的富二代有一個現象就是 他爸爸那一年都很賺錢 然後結果金融海嘯 然後還有一些網路科技的盛行等等 結果他們發現 老爸那一個年代更不上去了 單窮都往外移 然後富二代的就會來接 但是那些有時候還不夠富 我都不夠富就是 還沒有到炫耀那種誇張 的一個部分 他們出來的時候他們 我因為他們想做的意思 我要代工變品牌 他們幾乎所有第二代的人 都會這樣子 我代工變品牌 我為什麼別人做 我可以做 我就不能做 我一定可以啊 我那麼巧 我也去國外讀書啊 然後結果通常都是死榜 然後再賠一筆錢 然後可是因為老爸的資產還蠻多 所以就可以撐得住 撐得住 他兒子這樣揮霍一點點 還行 那中間最 中間有一個最嚴重的一個點 大家都忘記了一個就是 我今天我要去做品牌的人 他會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在市場探索這個東西 到底有沒有人要買 可是代工絕對不會 代工都是 你今天開規格給我啊 你要什麼規格 拿著別人的東西來做 就是說你拿著別人的命令來做 那這東西如果你把它濃縮在一個小公司 或濃縮在一個公司 一個公司提起來看 你會發現企劃部的人 跟業務部的人 永遠都在吵架 要不然就是 開發部的 跟那個所謂的那個 營銷部的人都在吵架 就營銷部那邊會 他會去抓市場他們所謂的動態 跟有可能會賣的一些消費者 的一個族群 可是 開發部跟 呃 所謂開發 他會說你技術很好啊 我們自己做什麼什麼就可以了 可是實際上都會忘了 市場跟行刷這兩個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說今天 你今天出來創業的時候 你到底說 我要做品牌還是做代工 那我常常都會再拉過來 講就是說 你今天技術很好 比如說好 今天技術真的很強 都可以寫出 這是不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可是你有辦法把它推出去嗎 或者說 你找得到人來使用的東西嗎 今天只要 沒有人去用你的東西 其實你的東西就是廢物 居然是再好都沒有用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的東西 就很簡單 可是他很多人喜歡用 因為 第一個人要知道 第二個是 好用簡單 所以他變成 他不用太多太多的一些 疑惑或問題 問題說 欸這東西要怎麼用 我要怎麼分享給朋友 不用 他會自動的去傳遞 那所以說 代工跟品牌這個地方其實 它是可以過去的 但是 過去的重點 是會在一個思維的上面 品牌的話 我簡單規了 品牌的話 就是 目標消費租金 加清楚的定位 但是今天很清楚知道 有些東西要賣給誰 好 今天就是要賣給女生 八二小褲 賣給女生 然後說22K的小女生 剛出來 畢業 然後都沒有什麼錢 幾十塊都買了幾號 所以我抓到了 他用量的方式 一口氣全部抓來 很清楚 結果八二小褲有 有起來 品牌定位非常非常清楚 那 代工廠的話 常常就會認為說 我今天的品牌 就是一個名字 非常非常 大家都這樣子覺得 就說 我今天是 痾 好啊 他賣衣服 那有很多代工廠的衣服 我自己也來做 也由自己來賣 結果我發現都沒有幾個做我起來了 因為我從前也有去 面試應徵過 然後那種老闆聽完之後 我就不去了 然後後來就說 欸 電影有什麼辦法上班啊 我們看薪水不好嗎 我可以再加個10% 我說不要再加20% 我也不要 因為我就根本就做不起來 我才不要去 那 那我最後面的話 我拉回來講一下我自己的作品 我再一次是 痾 如果假設我今天沒有來參加焦點這個活動 我現在應該還在辦公室 繼續帶領工作 那今天回來 最主要有些是因為 痾 講現實面一點 就是 我才不快上線 我應該到處去推廣 就是現實面一點 那 比較 比較 就是 假白一點就是說 想跑 跟大家認識認識 就是 以後說你們可以幫忙 不想幫忙什麼的 那因為這個地方不需要連上網 所以我 我現在有弄個demo 我去弄一下 還有時間嗎 可以嗎 可以嗎 你借我 你會借我 在看他 他點頭了 一瓶 對 對 好 那 到 待會會有一個通暴 那有請幫我玩的多好幾分 你家進來給我玩的 但這次上的主持人是沒做什麼 OK 這一個是我最近 應該是說 我接下來最新的一個創業 然後他叫這位 那陸名實力他就是很難逗很難逗的網站 那這網站為什麼 我推出最早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發現有很多人在做網站 或者是說有需求的時候 我做的會拍不到人 然後再進去 就是 我剛好今天如果我有需求 我今天如果要做網站的時候 我一定會跟網站公司跟他講說 我要做什麼 然後我要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就是會有很多的需求的方法 然後到最後的網站製作出來 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 可是做完之後 通常 需求方向都會說 這不是我要的 然後永遠設計公司就會說 沒有沒有沒有 是你要的 來我們看一下會議紀錄或什麼東西 那其實這種東西其實 一直一直不斷的在台灣各個角落上演 然後有很多呆的案子 因為我結果案子太多了 我全國跑到去 就差 之前有想要接瑞士的 可是後來我不知道 莫名想要為什麼就斷掉了 因為他覺得我們台灣做的東西真的是 很便宜又好不用 可以幫我滑一下嗎 你就那個滑鼠往下滑就好了 然後 再繼續滑 再繼續滑 這個地方就是 我們直接把它分幾大類 我直接讓消費者 網友 或者是所有需要的人 他可以直接去找你自己想要的一個分類 然後去挑一個你要的版型 那我為什麼敢說讓你去挑 因為我現在版型大概有1000多種 那未來會持續增加到1萬多種 那那就是 今天就是這個就是我一個門檻 你就想要模仿 OK那你先把1000多個 或1萬多個版型 先把它背起來再說吧 你如果沒有背這些量 你憑什麼跟我批 我孩子我來了 然後 我的部分就是因為我很朗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說所有的消費者都很朗 所以今天就是 我對他們商的步驟 你就選方案 你就選版型 然後選付款 就沒有你家的事情 接下來就是7天之後 你就是整個拿網站就好了 那我今天的話就 呃 我們的網站裡面有80% 都是響應式的網頁 所以你不用去管說 我網站做完之後 手機停辦 會不會跟得變 會 會跟得變 然後我們自己本身特色蠻多的 那 這邊大概就有12種 那我簡單講一下就是 你不用設計師 我們的風格1000多 然後有7天快速交接 然後免費的修改等等的 很多很多 然後還有免費的諮詢電話 你可以打電話來 你可以直接打電話來 反正你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打 人家打電話來聊天也可以 對 都都可以 都可以 那今天你的版型 我還沒放上去 那我們的價錢呢 也很親密 最便宜的那個就是5000塊 你5000塊就可以做一個網站 然後 最貴的那個是199兵力 那個是有後台的 那我可以直接 帶過去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 版型是長什麼樣子 因為時間很快沒有 那 我們的版型很多 然後你可以 看到自己喜歡的 你可以點進去 然後可以點進去看自己喜歡的版型 我覺得這個版型還不錯 我可以點進來 那我看到那個版型 那這個他就會直接 我就會直接顯示出來 他就會直接demo這個版型可以看 然後你可以去 同時去看一些不同 不一樣的 那當你今天如果 你看到自己喜歡的版型的時候 那你可以去選一個方案 你喜歡的哪一個方案 那選擇完之後 你就可以去 購買 去結檔 去結檔的時候 你會同時去看到 你的版型選了什麼東西 然後填一個聯絡窗口 然後 你要不要發票 你要付款的方式是哪一種 那你有沒有優惠嗎 那 同一條款 打包 付款 之後就沒有人的事情 那我當初 我會做這個原因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真的接太多案子了 我 接到我真的是 我覺得我有 呃 欸 那你就要怎麼做 我有錢賺 我沒命花 因為我整天整天都在工作 我好累啊 很累很累 一天到晚都在工作 那所以我會發現說 如果我把這些東西 都把它做自動化 所以我跟 我之前那個 呃 創業那一個人 有一創業那個人 然後 會一百多萬那個合作 我們寫了一套自動化系統 呃 今天只要點幾個按鈕之後 到我們這邊 其實我們 不到兩個小時吧 甚至只有幾十分鐘 買的網站就出來了 因為我們家有配很多很多的美術 呃 可是我們會跟 我們會對你講說七天 因為 呃 很簡單的道理 今天如果跟你講說 欸 你幾分鐘網站就出來 他很開心 可是我覺得 你買太好的菜端出去喔 對你來講不太好 就跟那個 很多大廠一樣 因為我跟 華碩那邊的人很爽 華碩那邊永遠永遠都很先進很先進很先進的 那個 設備啊 手機什麼的 他們都玩到不想要玩 可是他們都不敢把它端出來 因為它不要分時程 一波一波端 比如說 我們現在 我們可能是推出我們現在的 Renfone 可是其實他們不知道 Renfone的20還是幾十代都已經有了 然後就一步一步一步慢慢來 那像我們現在這邊也是 那 我這邊初期是先推 但未來我們會直接推你自動化 你們自己去拉 來拉之後往那邊出來 可是我們現在會就是 因為 呃 大家 應該是說台灣的時候 台灣的那個 公司他們都會比較 喜歡就是 委託給你 主導的事 那 所以說我還是會比較先去向 以我們台灣 自己本身的 習慣跟行進的方式走 呃 簡單來講我就覺得 創業有一件事情 必須要很明確就是說 呃 你今天創業其實 你除了是 呃 對你自己負責之外 你也是對你自己的partner 在負責 因為 你今天創業 有很多人是我創業都沒有領薪水 那這一點我自己是非常非常非常不認同的 創業一定要領薪水 因為你沒有領薪水 你在同一個時間點 你如果沒有創業 你去別的地方你是賺錢的 至少會存到一點點錢 可人吧 可是你今天你創業 你也說你犧牲你自己的時間 你可能住家裡 遲家裡 然後又用電腦 然後就創業 然後跟幾個人 等等 然後也沒有拿錢回家 什麼firecard之類的 那花了半年一年的時間 可是你最後成功了 大家都很很開心 拍不拍手 可是你失敗重新要回到市場上 所以其實 我這些年來 一直在工作 跟創業這中間 哪一回回 我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還是必須要生活 而且我需要回到市場上去充電 市場上的很多東西是 平常是你沒有辦法經歷 或體驗到的 所以我後來 我還是決定 回去 然後最後這次出來 是因為我發現說 我案子真的太多 就是很多朋友之間 互相來介紹 呃 可能口碑還不錯吧 所以到最後 我就直接跟 呃 凱雲威老闆講說 啊我真的不行 因為他本來把我雕倒下去 才會浪土管 我跟他說 我我我真的不行 那我今天 我就是 來來 呃 就離開好了 我今天就離開這個地方 然後 呃 好好好 好好的 就做我自己的事情 就 就也不要拖累他們 因為 你當你今天你一個人 如果沒有價值 你在留在工作上面 其實是拖累公司的 那個是 對兩邊都不好 除了你一直拿薪水之外 對那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 所以我請的人啊 我請的員工 就是 很久 我個人認為我都是蠻有用的 就很雜實 都不會坐到那邊 其實沒事 然後不知道幹什麼 每一個每一個都是 這樣這樣 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邊 因為 這次時間超過太多太多太多 那 我之前其實在台中場 我一個人就可以講兩三個小時 因為今天時間真的是 太短了 那我今天主要也是分享這個而已 那這一個網站大概 八月二十五號 又正式上線 那同時 Google啊 什麼 雅虎琴什麼 同時都會有 都會有廣告打出來 對那 歡迎大家到時候 可以幫我推廣一下 對 那你如果需要那個 優惠碼的有沒有 就比如說 欸 Dannyo 大家那麼熟了有沒有 那個A8五千塊而已 我就折一千 可以 你就跟我拿優惠碼就對了 你知道時候就是折一千 然後 然後直接上面輸入 然後我就被我們家的人罵 沒關係 那個我來承擔就對了 對 就很簡單 然後有興趣的人 然後等一下可以跟我拿一張名片 那到時候 上線的時候就可以彈跳 然後就要講 欸我是那個基隆焦點的 然後我要跟你拿優惠碼 只要跟我說一千 就說沒有 不要胡來 對 就那麼簡單 就謝謝大家 那 沒有問題了對不對 我有 如果 依你這種方式 見面他也選了 東西他也選了 結果客戶你做出來他還是不滿意的 對 有沒有 預計這個問題 我跟你說 我今天所有的流程啊 我那手機 我拿一下 這隻手機是Infocus 它的原價是五千八百八十八塊 前面是八百萬的 鏡頭一千三百萬 然後 然後 2G的RAM 然後 5.5吋的螢幕 它五千八百八 那 我隨便搬一個門號 兩千多塊 就買到了 那今天 你第一個他很便宜 所以你 心裡面 第一個直覺是 你不會對他苛求太多 他只要表現好 你就會爽 然後規格寫得很清楚 我在裡面所有 我還有很多按鈕 沒介紹到 我裡面如果寫得很清楚 你今天喜歡就來 你不喜歡就走 我不會因為你一個人 而去給客製化 我這就是量產的 所以我的目標就是 一個月都是幾百個幾百 或幾千元往外 一直進來 一直進來做 所以我就很像是一個 那個生產線一樣 是不會停的 我因為你一個人停 如果因為你不爽 然後我們的客補小姐 會很離開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 那這樣 那我們可以退部分的錢給你 然後什麼之類的 那在之前 因為我們簽約了 所以不會退錢 就想了 就那麼簡單 謝謝 好應該沒有了對不對 都沒有了嘛 沒有問題的 所以跟這個網頁 因為我前面 對你這樣的話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你說品牌 就是 然後目標特選 然後加一個什麼 然後等於品牌 對對對 那你可以說一下 你對於HTC的想法嗎 欸 你說HTC嗎 嗯 好吧你既然講得到 我只要很不要臉說一下 好 我大概講幾個點啊 哪一個國家是自己買 自己家裡面東西 還比英國外還要貴的 這一點就 沒有 這一點大家都不爽 對不對 你們會爽嗎 不爽 我跟你講 在三四年前 就是 洪達電 最高價的時候 一千多塊的時候 大家都是以HTC手機 對抗國外品牌 為自豪 那時候我也是拿HTC的 我現在不是有拿郭東的 對 那時候大家很自豪 可是他不斷的 中間很多東西 他忘本 他整天跑去中國 說我是中國人 就是台灣人民的那種感情 一定有手創 那最後沒有他發現 國外賣不好 想要回來台灣 爆台灣人的大車 之後台灣也不理他了 那雖然最近有出一些 M8或什麼 去找五月天打 我覺得他自己 呃 失去了自己的那個 中心思想 所以他到底會不會再起來 我也不是股市分析師 但是我絕對不會買他 對 所以他的品牌 他的品牌 他是有做起來 可是已經過去式了 他永遠不可能 像賈博士那些 或者是像是三星啊 甚至是華為那些 他弄不起來 他永遠 他思維都停留在這種 好我S77是個品牌 所以我手機一定要賣兩萬塊 好我今天我 看他大家都在降價 我賣便宜一點 我賣個九千多塊 最近新的嘛 有的是什麼618 還是什麼816之類的 那一隻 對 那一隻有很多人來辦 對 可是他股價還是沒有錢 不要不要 但是我股價可以多錢 好好 應該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什麼東西 對 那個嗎 窮都是授權的 窮都是授權的 對就是 真的是拿真金白銀去換ID 所以沒有問題 你在那邊如果有的網上被告 那就來找我 對 所以我今天我把門檻拉得很高 我拉到原來是因為 你也不好進來 那 我今天好像 剛剛有一個人問說 不知道是你還是電話 他問說 如果今天有IDA出來 那會不會被別人操 總之你 我直接 我可以再講另外一個方式 來回覆你 這些人家是說 如果我操你的ID了 那時候看得起你 那我另外一點 我要回覆你 就是說 你如果有那個執行力 來去做這件事情 的話 再說 因為很多人永遠都停留在說 喔 我這點子真的好棒喔 我就缺錢 然後到處去找創投 東西都沒有做出來 創投不會理你的 因為我認識太多太多 太多創投了 整天都要跟他們聊天 他們要的都是 推出來 說要可以賺錢的 他趕快把A融資丟下去 然後B融資他一定把你準備要推到那個 新貴跟創業版 就是創貴版去賺錢 所以創投的心態幾乎都是這樣 所以你不要想太多就是說 我沒有錢人家找他 你不如去設籍在台北市去申請補助比較快 因為很多朋友都申請到 真的申請還蠻不錯 而且那裡面的人會跟你互動的還不錯 因為他是真心曾經想要幫你 因為那個是他政績之一 對不對 你如果中了有沒有 你一定會投他們 基本的啦 這基本款的扯遠的政治 對不對 所以 你如果idea拿出來 分享給別人 其實根本就不用怕被別人做掉 如果被別人做掉 就算是代表說你自己執行力也不夠 那你也不要怪別人 那你願意拿出來跟他分享 那你願意拿出來跟他分享 就是因為你怕你去做你會失敗 所以都沒有很好的啦 就像我今天我敢跟很多人去分享 因為我分享的同時 我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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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 欸你也是做保險對不對 我9月份會有邀請那個 對保險業務員的跟我一起推廣這個 因為我真的有分論的一個模式 就是 你分享給大家 就會有10%的利潤回饋給你 你賣5000你就拿500 你賣19900塊 你就拿1990總 就是 我今天把廣告費 責任回饋給大家一起推薦的人 所以我 因為我創意過蠻多事的 所以我很相信一個點就是 你如果贏 他贏的時候 一定會成功 就比如說今天對我 以我這個網站來講 我贏是我賺錢嘛 然後公司已經是因為 公司老闆都會說 欸你 我們公商做一個網站 你去給我弄一個 3萬塊 預算沒有多了 就這樣子 兩個月之後要看網站走掉 然後公司小妹就會 非常非常怨恨的看著老闆之後 還是要去找 然後做出來的東西 老闆又不行 然後可是我今天這個網站 他一定會跑去跟老闆分享說 好多版錢老闆你來選好不好 然後選另一個 就沒有他的責任了 所以他也爽 然後老闆也爽 已經二贏了嘛 三贏就是 介紹的人 他又可以拿10% 偷偷拿 多開心 大家都贏 就這種情況之下 你這東西很容易可以上去 好 沒有了 謝謝大家